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飙车 我是训绪凤 当然也是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那么今儿呢 要跟大家去聊这辆F5的内饰部分 就是讲我们内防粮和甲犬那点事 我们现在呢 直接进入正题 好 首先呢 先看一下我手上的内饰板 吸引棉的面积比较大 厚度也是比较厚的 是一个原生棉的状态 那这块呢 是跟大家去做一个展示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门本身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黑颜色的这样一个装饰条 这种装饰条的确会让车的档次会显得高一些 的确 怎么说呢 对于10万块钱左右的自主品牌的用这种塑料壳的呢 还是比较少见的 而合资品牌的大部分都是用那种胶条贴下 就会显得好像比较高档 那么还是看门本身 首先这辆车呢 是一个一体冲压式的一个门 我们旁边并没有找到相应的汗缝 那这个呢 其实跟H6呢 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它的门脚链呢 也是这种断道式的 也是跟H6是一样的 那这个门呢 也是跟里面的结构是一样的 是一个圆管式的防热梁 然后有一道相应的夹象金 然后是那种橡胶式的指振板 那其实从整个门本身呢 里面的跟H6是一样的 当然呢 对于这个车呢 就是H6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老的车型 包括它的平台也好 还是它包括它其他也好的 所以说就不会看到这种所谓全封闭的门 跟侧门气压式传感器这种东西啊 好吧 这个是前面门这样的事儿 基本上可以说除了可能形状上跟H6不太一样之外呢 它所有的制作工艺 包括说它的一些布局呢 都是非常相似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去后门看一下 看它后门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来到后门啊 后门呢 也是跟大家去做一个展示 那后门的新棉呢 也是有的 面积比较大 是一个原生棉状态 但是我看到了这个是一个后门喇叭高音的一个位置 当然这个车是一个次顶配的车型 下面是一个盆喇叭 不是一个这种分音喇叭 所以说小伙伴呢 如果说想改装的话呢 后门还是有相应的位置啊 这个也算是比较不错吧 是因为的确有的车型 它后门没有高音头 但是呢 它也不给你留高音头的位置 所以说还要单独的去找位置安装 这也是喜欢改音响小伙伴呢 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好 我们回到门本身 那门呢 跟前面也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也是一个一体冲压式的门 然后呢 是钻道式的门脚面 但是呢 跟H6呢 还是有一些不同 首先 这辆车呢 是有一道防装梁 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它没有相应的加强筋 但是H6呢 是有相应的加强筋了 所以说这个车呢 省了一根加强筋 但是说呢 对于加强筋这点事呢 其实主要还是看门板的这种 所谓的软硬程度而定的 只要是外面摁进去啊 不是说夸辣一下 别大片 其实呢 加强筋也是用不上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的确看到了 这个后门跟H6是不一样的 是少一道加强筋 其他的呢 都是一样的了 也是这种非常普通的塑料模式的防水模 然后呢 胶呢 其实质量也还不错啊 就是刺下来以后 大家看 非常干净的 好 这就是后门这点事 我们现在呢 去后排看一下 看这辆车的后排钢板到底有没有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钢板啊 当然呢 对于H6而言呢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后排钢板的测试项目了 是因为我印象中啊 H6是我们第二台车是纳入了钢板测量的车型 当时H6后排是有钢板的 没错 是有钢板的 但是对于F5呢 它会不会有所谓的把钢板减配的一种行为呢 我们现在就能让大家打开看一下啊 那最后答案是 看到了啊 钢板还是存在的 从这边也是能够看到 然后我瞬间摸进去呢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蛮正的钢板 所以说呢 这辆车后排是有钢板的 当然了钢板的重要性呢 我不再去一一的重复了 还是说我会认为钢板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辆车呢 钢板没有减配 它是有钢板的 我们现在呢 去看看它甲醛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跟大家公布一下这个甲醛的这点事儿 那在之前呢 还是先看一下里面的材质 首先呢 可以看到它里面呢 的确不是那种非常传统的我们说的那种发泡 但是呢 也不是那种看着特别难看的回收棉 它是一种类似于纤维棉那种东西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把它称为了发泡材质 是因为这种材质跟回收棉的差距呢 真的还是挺大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算到了发泡 当然说呢 这个也是让大家去看一下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而且旁边呢 还有一个黑颜色的一个垫那么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层地板呢 后面是有防水膜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好吧 就说还是一句话 万一撒点汤汤说水什么的 不会完全的渗动到里面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线的包裹 它大线包裹也是用那种布的胶布缠的 而且缠的是比较密的 而这种的确相对于是会成本高一些 那么现在呢 就来跟大家去说一下甲全 我们测得的分数 的确我们在之间试驾的时候也跟大家聊了 其实这辆车呢 我只能说呢 就是当时开的时候啊 就感觉味道还可以 不是那种所谓的呛的辣眼睛 当然呢 跟之前那些微微系列 当然我们不能说是读车啊 就是银号 银号 读车呢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当然我们最后呢 也是测试了相应的值 那它就里面这一块呢 它的甲全呢 是0.372 那它的TVOC呢 是1.468 座椅稍微的会高一些 是0.389 那顶棚呢 会好一些 是0.247 但是我们会发现什么呀 就说它里面是一个白颜色的那种纤维棉 我们往里摸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它底板的 就我说那个防水膜在里面是和纤维棉完全粘上的 是完全粘上的 大家看我手到这就已经到头了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旁边那个黑颜色的泡沫和下面这个纤维棉 也是非常明显是用那种白颜色的胶粘上的 胶这个东西里面是最容易有甲醛的东西的 所以说呢 还有一句话 就是好的胶呢 没有甲醛胶是非常非常贵的 我只说是可能有可能 它这个甲醛呢 可能更多来源于它这个使用的胶 好 这就是里面甲醛那件事 那现在呢 也是最后一项的分数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辆车 在今天这一集能得多少分 以在我们的今天网上网上 它跟H6相比 或者说跟别的车相比 它到底能排第几名呢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公布一下今天的分数 那还是老规矩啊 再说今儿的分之前呢 跟大家先回顾一下前两期的得分 那首先呢 这辆长城哈佛的F5 前后防车辆部分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 那最后的得分是23分 那在底盘的部分在满分45分的情况下 最后的得分是22分 那在今天这个部分在满分43分的情况下 这辆车最后的得分是22分 那它的试驾呢 我们之前的成绩是58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这辆车 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能够排第几名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公布一下最后的得分 那2018款哈佛F5 那它的试驾成绩是58分 那它的拆车成绩换算为百分之以后是45分 那它最后的成绩呢 是48分 当然我们还是按照25%和75%的这种公式去计算的 我们哈佛H6呢 最后的成绩呢 是52分 那F5呢 是48分啊 的确啊 就在我们的评分体系里面呢 这个维度里面呢 哈佛H6呢 的确会更高一些 当然呢 我们还是会说啊 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评分体系呢 是越来越多 也是越来越严格 这个呢 在最后拆车的总分上面呢 是有一点点的所谓的差距吧 当然呢 也不否认在试驾的过程中呢 我也说过啊 说这辆车呢 其实开的过程中啊 真的跟哈佛H6呢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呢 跟哈佛H6相比的话 内饰就空间还是要小一些 包括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呢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 当然说呢 对于H6和F5呢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通过前三级的内容 完全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两个车呢 在硬件方面 我说是在硬件方面 底牌啊 机械这一块 当然说外观呢 可能两个是所谓差距比较大 之外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说呢 对于哈佛H6而言呢 我们之前也聊过啊 它有红标 然后有蓝标 那红标呢 可能会更为的沉稳一些 那蓝标呢 显得是更为的年轻一些 那其实对于哈佛F5吧 我更愿意让它称为是叫做H6的灰标 因为它是在蓝标基础上呢 会变得是更年轻一些 包括说里面的那些内饰的布局啊 包括说那些内饰的颜色配色等等 现在有一个新颖的词 叫做这个土味时尚 的确有点忒沙马特了 就是太沙马特了 换个思维的方式去想 其实对于长城而言 无论是它的F系列 包括说它的H系列 其实呢 它更多的市场呢 是在三四线城市 当然以至于到现在为止 H6的销量呢 依然还是非常高啊 跟它的渠道非常的完整 以及它对渠道非常的深呢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说F5和H6这两个车去选择的话呢 从我个人而言 我个人而言 如果说你不是说是就喜欢这个样啊 就说啊 我觉得H6啊特别难看 又完全接入不了 我就喜欢这样 那呢 的确你可以去选择这辆车 如果说你觉得外观呢 这两个都差不太多的话呢 其实相对而言 H6会比这辆车会更实用一些 因为最起码它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指标 虽然说它们的轴距是一样的 但是车的大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虽然说呢 它们依然是比较难开啊 当然说呢 这个也是要说回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说所谓的核心的科技这一块 大家也可以看到长城呢 其实说实话它的底盘 起码说对于这个车而言呢 它就是这么一个底盘 只是在不停的换壳 其实其他的自主品牌 我可以说都是在进步的 当时呢 现在吉利收购了沃尔沃 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吸收了 包括说我们看到长安也好 包括说看到其他的自主品牌也好 甚至于真的奇瑞 它最早还是有官智这个品牌嘛 其实它也是真的自己花了很多的钱去研发了 为什么长城到现在为止还在守着这个老掉鸭 一极其不好开的平台 只会在不停的换壳换壳这样去卖下去 对于H6这个级别的神车而言 它卖的实在是太好了 真的 它卖的实在好 恰恰因为是这一点呢 我会觉得就有点太过于的膨胀了 你看我横竖我都能卖这么多车 对不对 你看你们有谁喜欢 所以说呢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 砸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呢 砸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呢 反正我车能卖的这么好 但是呢 我们的用户会越来越理智 最后也会知道什么叫好开的车 什么叫不好的车 虽然说你的现在主要可能消费人群 可能是在三四线程度 但是别忘了 他们也许是现在买的是人中东东的第一辆车 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操控 不知道什么叫做驾驶品 但是别忘了 他们是会理智的 他们也是会进步的 那如果说呢 你仅仅是在不停的换壳情况下 你一直不会在你自己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去进步的话 你早晚会被其他的那些自主品牌竞争对手 肯定会远远的甩在后面 是因为消费者真的也是会慢慢的进步的 当然对于这些事呢 其实还要提一下长城的另外一个品牌 就是V这个品牌 长城呢 也许是所谓的有点膨胀也好 还是叫紫阳也好 他因为他尝到了这种所谓 我拿一个底盘 我不停换壳的这种甜头 他以为消费者真的是只有你在外观这一块 不停的就夸张自己的外观 夸张自己的内饰的情况下呢 消费者是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高端豪华品牌的 当然我们是VV7的时候 也是破天荒的 真是破天荒的 在外观和内饰上面呢 给了一个十分的满分 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内心呢 也是比较激动的吧 对于中国第一个豪华品牌的车型 我们给予了非常非常多的鼓励 但是最后大家看到了 对于VV7它的得分是多少 61分 61分真的也不是一个高分 它最后的拆车成绩呢 也仅仅是一个55分而已 相同的自主的豪华品牌 领克01 大家看到领克01是多少分 拆车成绩是71分 价格基本上差不太多的 所谓自主品牌的豪华品牌 不吹不黑 豪卫不好 它就在这 为什么能差那么多 一个是71分 一个是55分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差距 这些才是那些所谓的自主品牌 包括说常常也好 你再去研发你的所谓的高端品牌的时候 真的应该去细心的想一想 老百姓真的已经不是那么的不成熟了 起码说对于选择豪华品牌 小伙伴们他们真的是已经很成熟了 当然对于你的H6而言 可能对于你的F5而言 那些我们所谓的三四线城市的小伙伴们 他们可能对所谓的没有那么的理智 还是那些话说 他们早晚会理智的 最近长盛正在说魏品牌成立两周年 然后推出了一个12万9千元的终极版 对我已经想中调的终极版的VV5 魏是什么 魏是豪华品牌 豪华品牌 12万9千元 这个价格我不知道如何去和豪华品牌 完全的贴上 对于这种价格来说 我只能说 你伤害了两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早期信任你豪华品牌的那些小伙伴 他们那个时候买VV5的时候多少钱 买VV7的时候多少钱 现在买一个VV5多少钱 12万9千元 伤害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经销商 大家都知道魏品牌是跟长盛品牌 是完全分开的渠道 不同的渠道 你不是说是我之前是开长盛四家店的 我卖你魏行不行 魏的老板说了 不行 我们豪华 豪华 你店面你这么low 你怎么能够穿上我们的VV7的系列的 这种豪华的四个大开口的战车 所以说你得重开一家四家店 也去看过 魏品牌的四家店 它的装修的规格 包括说它的服务的这种所谓的方式 跟长盛四家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所以说在这个投资来说 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我真的是朋友的朋友 就跟我们说 它的的确还是蛮有钱的 开了一个长盛卫的四家店 现在惨淡的 真的惨淡的 每个月是要赔上百万块钱 大家去看实际的一个销量就好了 它真的不是说特别的好 当时还是能卖车的 我们朋友的朋友也是所谓的进退两难 第一 可能上千万的投资已经投进去了 我不干了 可能一分钱都收不回来了 我干下去 还是要在不停的帮里去赔钱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对经销商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真的 魏的四家店 真的活的还是很艰难的那些事情 以至于其实我们在之前说魏的时候 真的有四家店 十名 某某某四家店 电话号码是多少多少 真的去骂我们 我们是能够理解的 是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真的日子是不太好过的 当然对于长城而言 也是对中国的可以说汽车市场 也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还是希望在你的这种核心的领域 可以走得更快一些 或者说走得更多一些 不要真的被别人拉开距离 其实就像韩国品牌是一样的 其实韩国品牌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 也是一个抄袭的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抄一个别人的平台 然后自己去山寨 但是人家说实话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其实到现在为止 起码说在北美市场 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当然我们也说这么多 就是真的没有所谓的 故意的去黑 所谓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我们也是希望 所有的厂家能够听进去意见和缺点 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能够进步 而且那些所有人都在吹你的时候 你只会越来越膨胀 你是完全会看不到 你自己的问题所在 说实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自主品牌 现在发展的一个阻碍之一 当时还是话 谁都愿意听好话 你说大饼花 你长得真帅 是吧 其实满脸胡子什么的 真帅 别人都没你帅 任何人都是这样的 企业也是人去管理的 所以说长城在之后 如果说再愿意去突进 这种所谓豪华品牌来的 这一块蛋糕的时候 能够拿出真正的 自己的好的产品 不论是我们大饼花也好 还是最终 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 都是真的是能够看到一个 真正能够自吸自强的自主品牌 好 我们今天对于这档F5 就聊到这 当然顺旦也稍微聊了点 VV5VV7也好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大饼花 当然也是指挥说 真话大饼花 那我们下辆车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饼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